凡人修仙 原初修真 欢迎来到充满灵气的世界 本来我还在纠结玩什么魔族 直到我看见评论区说 原初修真上架基岩版了 这么好的蹭热度机会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诶 这是个什么玩意呢 二阶妖兽 还是俩的 我愿称他俩为 哼哈二将 海尔兄弟 卧龙凤主 眉头脑盒不高兴 诶 这俩玩意是真凡人啊 跟个狗皮膏又似的 我站在树上已说明一切了吧 呦 原来这个世界 不只我一位修仙者呀 这位兄台 仁祖 魔修 还是真仙 好家伙 先人下凡呀 这还是新手村吗 确实是 俗话说道嘛 要致富 先露树 诶 旁边怎么有打到事呢 还真是神仙打架 仁祖 修仙者 真仙 估计是跟刚才的魔修打起来了吧 这种人可不好扯啊 溜了溜了 诶呀 诶呀 瞧我这脑子 玩了这么半天还没觉醒呢 首先是选择难度 妖兽强度和境界强度 妖兽就选择个中等吧 一半一半比较均衡嘛 境界就选择个简单吧 主要普通和困难 嘎了都掉境界呀 第一次玩保守一点是吧 说白了就是猜 接下来就是种族选择 目前只开放一个人族 我没得选的 到激动人心的抽卡环节了 选择灵根和气韵是吧 可惜只有五次机会 就我这运气无敌 金木呀 再来吧 金木水火四灵根 这条不错呀 但我想搏一手 万一就五灵根了呢 天天就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事 金木土 凑合用吧 三灵根也不是不能玩吗 接下来随机气韵 哦 这次好呀 妖火转世 开局获得一火 纯阳合剑 开局获得钻石剑 但会永久挖掘疲劳 矿工留下不争气的眼泪呀 一只独秀 木灵根技能伤害小幅度提升 行 就这个了 确实给了哈 幽罗阴火 虽然是一级的 但白给的玩意还要啥自行之 灵力不足 哦对对对 我还没境界呢 打几个小幼兽估计段位就提升了吧 哎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练气出街了兄弟们 从今天开始 我也是一名仙人了啊 没想到开局还送了个桃木剑 我都没注意呀 物理法术攻击都是实 这不比钻石剑猫 天也快黑了 咱们先坐个小船吧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 我刚才才发现 我所处的位置是个孤岛 这事整的 哎 挖掘疲劳有这么恶心吗 5分钟后 这地儿好像还是个孤岛呀 不过运气挺好 居然发现了下界门 一套附魔金甲 不错啊不错 唯独没给哭子呢 叶木降临 大粽子们也出来了哈 我去啊 千年粽子啊 我这嘴是开过光了吗 对付粽子肯定是用桃木剑嘛 哎呀这血量掉的啊 好歹我现在是个仙人 无论怎么说 也比凡人的道士强对吧 一下扫这么多血 合情合理 好家伙 这就练起原版啦 修行了千年还只是个形式 按理说咋的也是个飞匠了吧 制作组疏苦了啊 对付粽子